懂了 我终于懂了 为什么最近的粉丝 依序在我脸书的粉丝页 po了好多的问题 乱解我问全镇什么啦 全镇问题啦 您看标题 最新消息就在刚刚 公布了今年前面九个月 全镇的成交值 5395.49亿元 年成长 高达46% 快要五成以上 在全镇市场 真得感谢一针 请上来 感谢一针 把市场的灶给烧热了 好了 今天这是我们 全镇市场 粉丝的大栽问 前面两个问 今天再来第三问了 粉丝说一档标的 比如说像这个 我持续看好 那么我买的认购全镇 是看多的 可以长期持有 然后抱着 赚到天荒地老吗 行不行 当然不行啊 你要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状况 我们今天直接把三种情境 仔细的为大家解析一下 第一种情境 假设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图的上半段 是台积电的日K走势图 下半段是039221 这档全镇的 违买的日K 为什么我这边 不用这个成交值 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 全镇不是分分秒秒都在成交 也不是每一档全镇 每天都有成交 所以如果你用成交值 你会看到它的线图画出来 断断续续的 不连续 所以用违买的日K 因为券商有造势的义务 所以股价一跳动 不管有没有人买卖全镇 我的全镇价格就要跟着调动 所以这个违买日K 是你们券商爆出来的 违买价的这个图吗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市场上的违买价格 市场上的违买价格图 是 所以这个价格 我用这个K线图来做代表的话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全镇的走势图 线图 跟现股是很联动的 是是是 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全镇的价格 是有跟着现股在位移的 对台积电我看涨 全镇认购真的也是涨 对 那我们回到主题 假设今天你是 进场买进这个全镇 是买在现股的起涨点 而且它持续上涨 一路看都还没有要下跌的趋势 你当然可以继续报 你持续报你就可以享受到 全镇杠杆的好处 我们看台积电的股价 从566块钱往上走升到631块的时候 现股是涨了12% 你续报这一档全镇的粉丝 你可以赚多少 它是从1.2块涨到接近2块钱的地方 涨幅是59% 是现股的5倍左右 难怪人家说全镇杠杆倍数大呢 对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OK OK 这个是趋势一路走扬 还没有出现 就续报 对没有错 那如果是在盘整的时候呢 这张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说全镇最好不要长报 什么时候不要长报 盘整的时候真的是很忌讳长报 我们直接看 上半段是联电的日K图 下半段是某一档联电的全镇 这个投资朋友呢 经常在联电出现红K棒 他觉得联电好像会上涨 对以为会这样这样这样 以为走势会往上 结果不是 结果不是 进场了以后呢 他虽然持续看好联电 可是联电陷入盘整了 联电的走势图陷入盘整 走了30天以后 虽然股价没有掉 股价还是来到 跟30天前一样的位置 对你看差不多都是55块左右 就是红色这条线55块钱 价格差不多 联电2303是股价没怎么掉 对 他就是盘整走了30天股价是一样 但全镇 但是全镇呢 原来的价格是在1块钱左右 走了30天股价没掉 但是全镇的价格已经掉到0.85了 全镇的 让购全镇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它的时间价值流失了 我们教过大家了 全镇是有时间价值的 这个联电股价没掉 但是呢这个日期一天一天消失 它的价格会消失掉 对这个时间价值就有点类似 你付出去的利息钱 即使股价没有变动 你每天还是要付一点利息出去 所以经过了30天 你的联电不会是在30天前 一样的1块钱的价格 所以就算您是看多联电 如果联电没有真的走多 它是盘整盘 就算你是看好的 你是看多的 不好意思 全镇是不能报哦 对 所以你看即使它后来 还是有这个走势也是突破了 但是时间经过太久了 假设这样子的状况 你还是提早把全镇卖出 所以就算小赔小赚都出 资金先收回来 等到方向明确的时候 重新选一档全镇 再重新进场 好 长得盘整的都看过了 行径3下跌 下跌的时候很忌讳 全镇长报 怎么说呢 上面这个是台积电 当你发现走势已经确定 往下掉的时候 这个台积电的全镇价格跟得很紧 的确也是往下掉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全镇是有杠杆倍数的 涨的时候你可以赚翻倍 跌的时候也一样 当台积电的股价只跌了10% 从614掉到552跌一重 对 跌10% 一根跌停板 但是因为时间经过很久 好像还好 可是全镇就不是了 全镇是从1.98掉到1.15 跌幅达到42% 吓死人了 跌这么多 对 所以虽然我觉得 这个是护国神山 未来还是会涨 除非你很有把握 觉得它只跌这么短短的几天 马上就会反弹 V型反转 那也许你可以买几天 压低你的成本 但是这是老手才可以这样做 你如果是新手 我们真的很不建议这么做 你一定是等到方向很明确 股票走势出来的时候 再进场买全镇 而且易珍 如果我们把这个 你看光这样看是下跌 如果时间拉长 你有沒有发现到 它就是一个横盘 没有错 就像易珍交的第二种 横盘你全镇也不能流 没有错 对 你看这个价格 到这个价格 时间价值还是掉了 其实就是区间盘整 没有错 时间价值不但流失 全镇的杠杆又加速它的损失 超级赞的 易珍谢谢您 好精彩 之前就有粉丝在问这个问题 但我想说这个问题 全镇要怎么解 易珍果然是高手 主管就是不一样 也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我粉丝单一的投资人 我买了全镇 买看多的认购 然后我觉得 这家公司 现在在涨 涨升过程当中 或者说不涨 没关系啦 迟早会涨 现在跌 没关系 我等它嘛 等它总有一天 跌升反弹 终究会大涨 这样的架构都是在 我看多该党标的 但股票可以等 全镇是不能等的 第一种情境 如果股票是确定 涨升的过程当中 全镇当然可以报 报到趋势 整个扭转 这边就是你赚的地方 也不是报到永远 报到不涨了 你就是要卖掉 全镇赚 情境二 如果它是盘整 你可以现货可以等 但全镇不行 全镇会有时间价值 这个股价回到原点 全镇可不是 它是会往下掉 为什么 时间价值每天会流失 所以如果股票是盘整的 麻烦您全镇千万不能报 再看好它也不能报了 情境三更糟糕 如果股价是走下坡的 你买反了 你去买看多的认购全镇 这买错了 你怎么还能够再报呢 以上的重点 益珍没错了 很中肯的总结 感谢您了 精彩 陈文大哥请上来 要给您很中肯的 下个礼拜的关盘重点 这个我们刚才讲 这个美国债务上限 是一个肥皂剧 到底肥皂剧演到第几集 我们要看一下 再来这个中国限电 虽然他们现在在修十一长价 但工厂可能有慢慢复工 复工的状况怎么样 观察一下 再来十年期供贷值率 不要再一直往上了 一点五一点六 这样压力太大了 可不可以走跌 这样大家比较舒缓一点 那指标股金元双雄 我们刚才看到土洋对座 原物料股替代能源像太阳能风力发电 最近股票表现还不错 陈宏大哥 因为刚刚您在解盘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美国实际上的一些 工作值率率还在这样 而且如果还在这样 美元也走深 您说对科技肋股最不好 对不对 对 没错 观众朋友 今晚我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这个因素 因为美国股市还在做修正 这边修正又是陈宏大哥说的 科技肋股 纳斯奥克拉费半拉 这些蹄肤稍微重了一些些 肥皂剧吗 你继续演吗 晚上什么消息呢 锁定待会的深夜新闻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